美国F-35C战机顺利降落在航舰卡尔文森号的甲板上 同样一个动作 但是在24号美日南海联合军演时却发生失误 导致包含飞行员在内共7人受伤 美国海军证实一架美国海军F-35战斗机 撞上了卡尔文森号航母甲板 飞行员弹射逃生 7人在此次事故中受伤 事实上美军航舰卡尔文森号 这一次到南海是为了和日本举行联合军演 美军出动了两艘航舰打击群 林肯号和卡尔文森号 另外还有两栖突击舰艾塞克斯号 美利坚号远征打击群 就是要和日本的准航舰日向号护卫舰合体 美日舰海战术军演 舰指大陆 这次演练的时间 包括与都要会的时间重合去分析 美国在周边的演练行动将会持续进行 大陆认为美国可能还会与多国举行联合军演 对2月4号就要开幕的北京冬奥来说 无疑是挑衅行为 但是美方加以辩护 只是这一次F-35C的降落意外 美军表示还要再调查 也没有说明是否会影响后续演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